大家好,今天向大家講講 美國經常搞中國,美國有智庫說 美國更加要搞放慢中國18條 否則就壓制不了中國發展 另外,美國兩大總統候選人現在都走出來撐汽車工人罷工 要加他們人工40% 其實,美國工人做一個中野 就等於新興國家工人一個月的人工 你說美國如何競爭? 美國在經濟上正被中國迎頭趕上 美國人受不了做老耳的感覺 就犯化國家安全,在方方面面打壓中國 尤其在科技脫歐為甚 雖然美國政府不認自己在打壓中國 但美國的智庫就直認不諉 還長加分析打壓方法的利弊 美國保守派智庫一直對中國科技創新政策 持批評態度的《資訊技術與創新基金會》 就發表了一篇他們創始人羅伯特、阿特金森的著名文章 圍繞著美國對華政策 分析了美國國內兩個陣營 加速美國陣營和訪問中國陣營的主要觀點 阿特金森是這樣分析的 他說,美國面對中國在科技和經濟上的地位追求 當時美國決策者遇到最重要的問題 莫過於美國做出的反應 究竟幾大程度上是在加快中國的創新和增長部分 還是在放緩中國的創新和增長部分 華盛頓的共識是,如果想放慢中國 有些不合原則 這種事情或是因為特朗普嘗試過 而大家就不太接受 而加速美國就像蘋果批一樣 很有美國特色,大家都很喜歡 但美國的政策制定者們 就從未做這個問題進行過充分辯論 結果是,政策搖擺不定,那就麻煩了 現實是,如果美國不同時做到這兩點 一方面讓自己加速 另一方面讓中國減速 這樣美國就有可能 在先進技術經濟競賽中失利 而這些行業對美國均民兩用工業基礎 和國家安全都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 阿特金森說,毫無疑問 這就是當前趨勢所在 美國資訊技術和創新基金會 曾經分析過1995年至2018年間 全球產業集中度 對七個先進行業中 四個行業的表現進行調查 結果顯示,美國的表現一直很弱 而且在退步 從電腦、電子產品到汽車各個行業 無論是絕對市場份額方面 還是相對全球平均產業集中水平 美國都在截截敗退 這個時期 最大的贏家是中國 他獲得驚人的增長 從1995年佔全球先進工業產出 不到4% 增加到2018年的21.5% 如果美國不想走英國的老路 即是工業能力萎縮 而且大多數先進產品都要依賴中國進口 就需要解決這個問題 然而在未經充分討論的情況下 美國目前是一種條件反射式的反應 代表人物是前財長薩默斯 他曾經警告說 如果我們將關注點 從建設美國自己 變成拖垮中國的話 我們將會做出一個非常危險 和非常不幸的選擇 阿特甘心直接反問 如果只是加速美國會有什麼問題呢? 他說 持加速美國觀點的陣營認為 對於國家主導的中國 正進行創新重商主義運動 而美國就無能為力 也不應該採取什麼行動 人們經常去想 我們是誰 我們有什麼資格 去阻礙一個人均生活水平 然很低的國家的發展呢? 因此 加速美國陣營 他們迴避了贏輸的思維 因為如果美國工業面臨技術挑戰 那是美國自己解決它 美國的不足主要是自己的錯誤 他們認為如果美國人接受了 讓美國加速和讓中國減速的雙重使命 就可能會導致廣泛的保護主義 這不是美國人所需要的 所以 按照這種思路 留給我們的是 華盛頓應該專注於提高美國的競爭力 但在這方面 美國政府是令人失望的 它本來在過去幾十年裡一直這樣做 而不是最近幾年才去做 不過 好歹現在都有了芯片和科學法案 遲做總比不做好 但今年8月 白宮芯片顧問 拜登政府的芯片和科學法案 的核心操盤手羅尼查德吉 已經宣布辭職 他也認為 剛有一個提高競爭力的政策 遠遠不夠 即使是有更好的國外政策支持 美國公司 特別是先進行業的美國公司 也很難與中國公司競爭 中國的創新重商主義戰術 扶持了一批冠軍企業 在中國國內市場上 外國競爭對手很難招架 在這種有保障的增長基礎上 中國企業走出去 和美國公司競爭全球市場份額 在創新維基礎的行業尤其厲害 他們有規模一旦被削弱 就會出現一個轉捏點 挑戰者在這個轉捏點上 獲得決定性的優勢 並且有效地掀握美國這些競爭對手 而只需看看電信設備行業 就可以看到這個過程的作用 華為要崛起外納信和諾基亞的衰落 華為佔領了全球電信設備行業 不是因為它的設備最具創新性 而是因為它的設備足夠好 加上中國的重商主義 它擁有巨大的價格優勢 一旦華為獲得市場份額 原有技術創新的領導者的收益 和研發就受到削弱 華為這些競爭者就藉此提高自己的研發水平 因此如果美國對上述策略不加以限制的話 單靠提高本國競爭力的政策是不夠的 阿特金森跟著就長篇論述 各種加速美國的方法都不可能與中國鬥 然後他就直指向一個結論 美國需要一個放慢中國的計劃 限制中國從工業競爭了獲利的能力 在技術經濟上相當於導彈防禦系統 他首先提出要修改美國關稅法第337條 對於那些在本國公司的保護下 系統性獲益的公司採取措施 將他們的產品和服務排除在美國之外 他認為在放緩中國發展方面 美國政府和他的盟友還可以採取另外17項措施 包括1.阻止中國企業在美國股市上市 2.限制為與街頭其他金融機構對中國投資 3.對一些產品例如稀土徵收選擇性的關稅 4.通過商業間諜調查起訴 和加大在自己產權問題上的懲罰力度 5.停止與中國大部分科技合作 6.對中國企業提供經濟發展資金的 美國州份和地方政府扣留聯邦資金 7.當美國公司與中國公司的競爭處於劣勢的時候 可以不受外國賄賂法的約束 只要說他們可以行賄 8.擴大美國進出口銀行的能力 幫助美國公司在外國市場與中國公司競爭 9.為美國企業提供反壟斷豁免 容許他們普團合作 而不是與中國企業分享技術 10.禁止美國政府採購中國企業的商品和服務 11.擴大美國海外投資委員會的審查範圍 包括中國對美國初創企業的風險投資 12.針對中國對美國的投資實行互惠原則 即是說如果中國市場不對美國同行業的公司開放 美國市場就同樣不會開放 13.要求美國大學披露他們任何中方資助 14.要求美國公司披露與中國企業共用的技術 15.建立從強制性知識產權轉讓中受益的中國企業名單 16.通過捍衛美國法院法案懲罰任何師徒 利用外國禁訴令干擾美國法院主權的一方 17.與美國盟友建立一個聯合項目 令企業更難向中方轉讓先進技術 看完阿特金森這個美國保守派的文章可以這樣總結 第一,美國人自己都承認 美國推行的加速美國的方法都沒什麼可能跟中國鬥 第二,他們直指美國需要一個放慢中國的計劃 其實就是赤裸裸的保護主義 第三,這種策略非常特朗普 但同時也要將美國自主於世界貿易體系 這種做法可以成功嗎? 我覺得美國只靠打茅波阻止中國發展 不會成功,因為它本身的發展條件太弱 看看他們的汽車工業罷工就知道了 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正是進行大罷工 要求汽車工人未來4年合共加薪40% 和每個星期工作只有32小時 即是每個星期只做4天工作 直至9月28日,美國汽車行業罷工已經進入第14天 這次罷工盡情暴露了美國自己的問題 第一,決策政治化 國外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 早就大力支持工人罷工 現任總統拜登面對明年選舉的壓力 也在9月26日前往密歇根州參與罷工活動 他頭上載著 又有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的logo的帽子 同於現場支持罷工工人 一來增加半支40人工的請求 拜登說罷工工人應該得到更多 這些政客的行為均沒有考慮過美國汽車行業的死活 第二,美國工資高到得人害怕 經過計算,如果答應工會的要求 美國三大車廠起勞動的成本 終於增加450億至800億美元 平均下來,每個小時的人工成本是150美元以上 搞目前的64美元激增134% 150美元一個小時就等於1170港元 這是新興市場工人一個月的人工 即是美國工人做一個小時就等於別人做一個月 這意味著,每年高企人工成本 將它大大削弱抵抵鬥三大汽車巨頭的市場競爭力 科特汽車的首席執行官法例說 如果工會提案自2019年起生效 那麼福特的過去四年就不會賺到300億美元 反而會虧150億美元,現在已經破產了 而本身沒有加入工會的特斯拉公司 他們的CEO馬斯克就在推特上供了抨擊工會的要求 說會將通融汽車、福特汽車 和斯泰倫提斯汽車公司推向深淵 最後令他們走向破產的道路 結論是這樣的 第一,美國想加速美國 逼企業回到美國設廠 但是美國工會當道 正確指求選票 美國汽車工人做一個小時 就等於其他國家工人 早一個月才能找到這個工資 這種生產成本哪有競爭力呢? 第二,美國搞不定自己 就想放慢中國 首先是放慢不到的 看看華為突破了五支芯片技術就知道了 其次是美國這種生產條件 人見人怕 想搞製造業真是開玩笑嗎? 另外,在石樓台的時快評我們說到 在英國有11個團體 要求英國首相新衛城 迫白香港釋放黎智英 這種做法明顯是干預香港的法治 而政界分析 黎智英犯了三宗罪 人所共建 真的要聽英國說話放就放? 歡迎到石樓台收聽我的分析 3610-3800 3610-3800 或者是發電郵給我們 石樓台有很多獨家內容 例如《10分鐘看中國》 是其他媒體比較少說的 中國新聞時事分析 另外,石樓台獨家發佈的 陸宇人金融Hi-T財經節目 已經推出了文字版 除了看視頻之外 你還可以在石樓台 看陸宇人的文字版 石樓台歡迎全球觀眾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網站 就可以找到石樓台 希望你們都支持巴士的布 訂閱石樓台 多謝大家